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随着国家对二胎的开放 很多家庭都迎来了可爱可亲的小宝伴 但在大宝的心中 他们会是怎么想的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大宝不满二宝的出生 于是《世妇杀地》 被做成木乃伊的电影 飞速发展中的伦敦 在一次修地铁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古墓 这件事情被政府知道后 就有一个自称博士的人接管了这里 因此解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秘密 在古老的埃及 有一个漂亮英勇的公主 帮助父亲南征北战 打下了不少的疆土 父亲就她一个女儿 于是就打算将自己的王位由公主继承 可不久后 父亲的小老婆竟然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这下公主的王位泡汤了 为了得到王位 她利用自己的鲜血召唤出了死神 两人达成协议 一个帮公主夺回王位 一个帮死神重回人间 当公主接受祭祀匕首的时候 她的全身都出现了经文 变成了一个拥有双铜的怪物 之后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就在她要用祭祀匕首 帮助死神回到人间的时候 父亲的侍卫发现了这一切 成功阻止了复活仪式 还将公主制成了木乃伊 封存在了远离埃及的地方 而祭祀匕首上的红宝石 也被后面去世的领导人 给带入了地下 多年以后 身为考古学家的捷克和汤姆 找到了这里 但却遭到了反叛军的阻击 于是他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上级 上级很快就派了直升机过来支援 几枚炮弹被扔下之后 反叛军就离开了 但这里却出现了一个大坑 为了调查坑中有什么蛊物 上级就派了汤姆的前女友 安娜过来和她一起查看 之后三人寄入了古墓 并意外释放出了 被浸泡在水银里面的石棺 当石棺被启动的那一刻 突然从古墓的四面八方 涌出很多的大型蜘蛛 慌乱中杰克被蜘蛛咬伤 而汤姆却在幻境中 看到了被埋的公主 之后政府打算带着石棺一起离开 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了沙尘暴 好在他们顺利地走了出来 这时被蜘蛛咬伤的杰克 突然发生了失变 还杀了这里的军官 为了自保 汤姆就开枪杀了杰克 之后飞机被大批的乌鸦攻击 眼看马上就要坠毁 汤姆把唯一的降落伞让给了安娜 自己则和飞机同归于尽 但很快汤姆就从停尸房醒了过来 原来她是被公主选中 复活死神的祭品 之后安娜调查了这个古墓的事情 而汤姆也遭遇了大批老鼠的围攻 在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后 汤姆和安妮找到了飞机逝逝的地点 重见天日的公主 把前来调查的人都给吸干了 而她也因此恢复了一点能量 并且开始大开杀戒 当汤姆赶到时 公主利用收服的丧尸抓住了汤姆 还想继续进行复活仪式 但这时她才发现 祭司匕首上烧了红宝石 之后安娜赶来救了汤姆 两人坐上了一辆车逃走了 但公主却待人在后面穷追不舍 就在公主要杀了安娜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从后面射了一箭 原来是博士组织的抗腰团队 他们很快就把公主给抓了回去 还往公主的身体里注入了 能够压制她魔力的水银 这时公主感应到了红宝石出土 她利用蜘蛛控制了一个工作人员 让她砸坏了实验室的宫殿设备 自己吐出了身体里所有的水银 然后吸食人气 恢复了全部的魔力 之后召唤了沙尘暴 袭击了整个城市 而安娜也准备带着汤姆毁掉红宝石 这样她就不用死了 但在赶往古墓的途中 公主却派了僵尸袭击了他们 而自己则利用僵尸找到了红宝石 当红宝石归位之后 她找到了汤姆他们 并把安娜拉入水中淹死 看着已经凉透的安娜 汤姆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不想被公主控制 拼尽全力反抗 还偷偷拿走了祭祀匕首 想要毁了她 公主急忙告诉汤姆 如果宝石被毁 她就失去了成神的机会 也就没有复活一切的可能了 于是汤姆自己把匕首插进了身体里 在一阵晕眩之后 汤姆复活了 但她却保留了汤姆的意识 有了神力的汤姆 几招就杀了公主 还救活了安娜 但她却认为 自己是不仁不妖的怪物 不能和安娜在一起 从此她和杰克 过上了浪尽天涯的日子 看完这部影片 我只想说 想要二胎的 还是问问大宝的意见吧 免得给他们的心理造成负担 不过像公主这样 心里畸形的大宝 那也是少之又少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about i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